股市真规则 书本《股市真规则》由晨星公司股票研究部负责人帕特·多尔西于2004年所写 遵循的是价值投资的理念 书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述了如何寻找具有强大竞争优势或护城河的公司 和怎样给一个公司的股票估值 后半部分是晨星公司股票分析师团队给出的分析股票市场不同行业的提示 股市价值投资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困难的是你要能坚持原则 要有耐心 价值投资无非就是寻找到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公司 然后以合理的价格买入并长期持有 寻找具有护城河的公司可以从定性和定量角度进行 定性就是看公司是否能做到 通过出众的技术或特色创造真实的产品差别化 通过一个信任的品牌或生育创造可感知的产品差别化 降低成本并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相似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创造高的转换成本锁定消费者 通过建立以高进入壁垒把竞争者阻挡在外面 作者帕特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巴菲特的护城河 从无形资产、成本优势、有效规模、转换成本、网络效应等五大特征 专门阐述巴菲特的护城河概念 寻找具有护城河的公司的定量方法则是从财务报表的指标 看公司的成长性、收益性、财务健康状况、风险情况和公司管理层 重要的指标有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杠杆比率、自由现金流、投入资本收益率、权益负债率、以获利息倍数、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以净资产收益率为例 一般来说、非金融类的公司在没有过多使用财务杠杆比率的前提下 能产生10%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是值得投资的 如果你能够发现一家潜在的净资产收益率能稳定在20%以上的公司 你真的是发现了一个好机会 找到有强大竞争优势或护城河的公司是第一步 但是即使买入最好的公司的股票 如果买入的价格过高 这也将是一个糟糕的投资 要投资成功还意味着你需要再有吸引力的价位买到好的公司的股票 给股票估值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 一是看传统的指标 如市销率、市净率、市盈率或市盈率相对盈利成长比率等 这其中市盈率是最流行的 可以比较同一行业各公司的市盈率 也可以比较同一公司历年的市盈率 因为市盈率的倒数是收益率 你还可以将股票收益率与债券收益率做比较 估值的另一种方法是内在价值的评估 这可能是更重要的方法 会让你关注公司的价值 而非股票的价格 书本按步骤详细介绍了折现现金流模型 股票的价值就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 而且这一价值决定于现金流的数量 时间选择和风险 当对股票有了估值后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何时买入它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就应当力求在你估计公司内在价值的折扣价上买入 任何估值和分析都会发生错误 我们可以利用只在相对我们的估值 有重大折扣的价位上买入 以使这些错误的影响最小化 这个折扣叫做安全编辑 一个首先由投资大师本杰明 格雷厄姆普吉的术语 书本的第十一章 通过分析两家真实世界的公司芯片制造商 AMD公司和医疗器械制造商 Biomat公司 把书本前半部分讲述的知识 全部放在一起运用 书本第十二章 则是讨论如何快速淘汰 不值得花更多精力研究的公司 从十三章开始 被作者称之为股票市场遨游指南 聚焦在理解不同市场领域的工具上 包括医疗保健行业 消费者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银行业 资产管理和保险业 软件行业 硬件行业 媒体行业 电信业 生活消费品行业 工业原材料和设备行业 能源行业 公共事业行业等十三个行业 河大人 助理解 石ade 市场 公共事业 永浩灰